今天這個主辦團體是真普選救港大聯盟的 我們參與的團體都有十幾個團體 因為我們這班朋友就認為 現在香港這個特首小圈子的選舉 太過荒謬了 到今天都還是操控在共產黨的手中 操控在一班我們不認同的選委的手上 三百plus 只不過是很少數 也都不能夠代表香港市民的議員 所以今天的遊行呢 我希望能夠反映到部分香港人 對於這個特首選舉的一些看法 尤其是我們今天打出的口號呢 就是反林鄭 反欽典 不要小圈子選舉這個口號的 為什麼要特別去講出反林鄭呢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覺得 我們受六八九四年半梁振英的統治之下 已經受盡了 既然共產黨已經是DQ了梁振英 現在再走一個梁振英女版 現在香港人叫她六八九二點零的人走出來選舉 我們香港人怎麼可以不擔心呢 因為如果她當選的話呢 延續梁振英的路線 我們香港人就要再捱五年的風波 甚至十年的風波 所以這次我們民意的表達呢 是針對林鄭這個延續梁振英路線 這個候選人來發聲的 那莊珍、葉劉、湖本那些又反不反呢 那他們都是小圈子 是 小圈子選舉我們全部都反的了 我們覺得任何建制派的候選人呢 我們都覺得不足以拿到我們的信任 即使現在坊間常常說的 the lesser evil 兩害取其輕 我們香港的市民其實在這樣很無奈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都不認同這個小圈子選舉 我們都認為呢 一定需要一個全民公民提名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呢 才可以代表到香港人的議員 所以我是很贊同這個民間特首的選舉的 那你覺得民主的300票呢 其實是否任何一個候選人 都不應該提名中華投票呢 他們的說法呢 就是說去到最後緊張關頭 如果剩下林鄭和莊珍 兩個候選人入到閘 而他們在最後關頭 覺得他們的300多票是有影響的話 他們可能會轉投莊珍 那麽情況之下香港市民可能都會 對這個投票的方式呢 會原諒的 因為真是很不想林鄭月娥出選倒 但是我們真普選救港大聯盟呢 由始至終都是反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 即使莊珍選倒做特首 我們暫時的表態呢 都是覺得 他在831決定呢 他是完全不符民意的 他暫時都是說香港的政改 是要在這個831框架之下去到進行 而23條的定立呢 他都沒有強烈的反對聲音 所以我們都希望今次的選舉 今次的遊行 能夠告訴香港的群眾 我們始終到最後呢 都是需要一個民間特首的選舉 一世的口號呢 即是有反林鄭 但今天林鄭明知她去教協 為何都不過去那邊找她呢 要走到這裏遊行呢 林鄭那個教協的見面會是閉門式的 而我們所有的會員如果不是選委呢 根本就是沒有資格好 是閉門的 所以我們覺得既然如是呢 我們公眾要表達我們的聲音呢 我們不如就發起群眾 一起去林鄭月娥的會境國 因為那個時間呢 她應該已經回去的了 在教育呢她最多是見一個來鐘頭而已 所以我們希望呢 林鄭月娥不要只是聽教協選委的意見 而是要聽廣大市民的意見 How would you say the protest today and what's your demands today? Today's demand We have three demands Firstly We are asking Kerry Lam to stop his campaign for the CE election she should go to Beijing to unite with her family Secondly Secondly We are asking Kerry Lam to tell the communist China to stop intervening Hong Kong's policy because Article 22 of the basic law stakes very clearly that all Hong Kong policies should not be interrupted intervened by any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thirdly we are appealing to the public and thirdly after all we are seeking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we are asking for a civic nomination and one man one one vot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all Hong Kong He is that 可以 do or Nac he is working and we are alsobuilding вид n k in t u t put n v w Y 最後一錘定音 阿爺的笛子一吹之下 究竟是將那個特首的寶座 音點給誰呢 今天我們還未知道 所以民意的表達很重要 因為黃光雅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四個條件特首 其中一個好主意的條件 就是獲得民意的擁戴 如果沒有民意的擁戴 譬如Carrie Lang的話 是不應該受到中共的祝福的 最近就有消息指 可能北京的官員 最近會到深圳裡面 有些名歸邊的建制派的選委 你怎樣看這件事 共產黨向來都是善於操控 善於這個統戰或者修編 它也是一個很高壓的操控手段 所以它無論誰去深圳也好 打電話也好 西環出招也好 它都是想操控整個小燕子選舉的 所以我們香港的市民要跑出來 要走出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所有小燕子選舉 我們都不贊同 我們要求的是香港人一直在說的 我要真部選